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又来打英雄之路啦 今天登场的主角是又是观众的 4080EK 战力不会太低对不对 哇龙卷也是传说的等级 金属骑士 这个都是你主练的 金属骑士装备也不错 红色那么多颗星星 分我两个好不好 还好我没有玩台湖 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 哎呦 你还有点超合金黑光啊 稍微放在这边行不行啊 有穿装备是不是 好那金属骑士跟黑光等一下上来 你试一下 我先看一下 你这个阵型没有问题啊 我这个看你是没有问题啊 因为你要用龙卷秒掉 中间这些吗 全部给他打下去吗 炸下去吗 对吧 然后球棒挡下面 这个阵型啊 应该是不用改啦 有机会可以打赢 但是你真要我说 我还是可以找出一个 我觉得不合适的问题 你参考一下 你注意看一下 你会看到你的球棒怎么回事 你如果没有看清楚呢 我们再看一次 你看一下 双方这个球棒的对位关系 你的球棒总是给对方先打了一顿 你先开了不去了 所以就说明 你除非龙卷有一个非常好的硬气 是不是 你注意看 梅尔先把你的阔鱼收掉了 球棒是不是得要打过来 那你就比他先开不去啊 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危险 有没有 这次龙卷先打了 算是运气非常好 Lucky 可是你注意一下你的球棒 按理来说你的球棒应该要先活着嘛 对不对 这一场你龙卷表现非常好 所以这个阵型呢 你继续打下去还是有可能可以通关 你看 对面那个球棒 有没有看到问题 你球棒刚刚已经 这一场已经是领先他了 你的球棒还是倒了 那你要靠龙卷 那还有一个梅额 所以呢 我帮你想了另外一个方式 你看一下这改变怎么样 好吧 但是改变之前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你的金属骑士跟黑光 像这样的阵容 我们无论 金属骑士 黑光 你的摆的是有点多余了 因为呢 你是要让这个战斗的时间给他停止起来 就是说把他的球棒给他封起来 如果你现在这样子继续打的话 你只是延后推陈 你再放个护盾也没有用啊 因为对手太强了 这护盾怎么样都多开 金属骑士 你穿了红色的装备 可是你应该也发现到 像这样子战斗里面 你的金属骑士要活下来是非常难 像这一次我们 看起来也不错 对不对 但问题还是来了 你看这两个球棒的关系 因为他先出手了有没有 所以你失去了球棒这号位置 风情就提高了有没有 就是这样子 你守不住了 你完全是崩盘了 除非是靠运气 靠运气你就要将你现在的角色 念得更好 龙卷念得更高 你才有机会玩硬这样的关卡 像这样的护盾有点白开了 因为对手太强了 觉得对手太强了 所以白开了 好嘞 那你还有金属骑士吗 我们也放上来 看一下那个金属骑士 本身有攻击有防守 可是这个位置也不好摆 那我们选择 本在后面也不是没有原因 龙卷念得先开大 金属骑士不尾刀 但是问题还是来了 还是球棒的问题 你再看看球棒这号位 这边我们把它先秒掉 秒掉看起来很过瘾有没有 哎呦还有一只青蛙 他打过来了有没有 那两个都开不去 你来说 我们这边球棒是不是 应该活久一点 不过这次还残留一个青蛙 这青蛙真是老名 是不是 还好这一下他屌倒了 没有没有太大的损伤 然后你看有没有被入侵了 好了 那么重头戏来了 我帮你想了一个方式 你看看你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这边 我们摆上 摆上谁呢 阿修鲁 我们一开始要拼个晕眩 然后让他球棒不能动 他只要第一次不能动 你球棒就可以打他 你看看 这样子你的球棒 就可以活得比他久 先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不过这次没有晕眩 所以重来一次 你的龙卷要有气 然后并且你的球棒 对手的球棒一定要被你阿修罗晕眩 这两个先决条条件要达成了 像这次有晕倒了 有没有看到 然后你看 你晕了他之后 我们这样打下去 这边球棒 我们这边的球棒是不是没有动静 完全都还没有扣鞋 我们是领先他 对吧 所以这一场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领先归领先不一定有机会 我们只是都还没有开不去 他这边是玩一拍 对吧 那你有没有感觉突然觉得 这也是一个方式 啊不过这个没有真的是很厉害呀 错一下还是倒了 这边我注意到一个问题 等一下再改善 我们再打一次 再打一次看能不能打赢 没办法打赢 我们再调整 阿修罗这次也有晕倒了 完了之后龙卷这边要先把青蛙收掉 没收掉很烦 那个没耳的血条 让他弄掉 哇这次没有还有一口气 他还没有开启再无敌 还没有无敌还没再生 这个时候才再生 你没有感觉比一开始稳定多了 先不管有没有打赢 至少这个时候你场上有三个 有没有 可是你看对手 他已经快不起了 虽然不一定会赢 但是你刚刚之前 你没有三个活渣 是不是 你没有三个活着 就是因为有阿修罗 好了 那梅尔这边 还是很难缠 龙卷的暴击还是很重要 没有暴击 没有机会 球棒倒了这一场 看有没有可能 快赢了 快赢了 有没有办法赢 哎 龙卷又没有暴击啊 金属球棒 金属球棒 最后一关 收掉 收掉 获胜 没有收掉 那没办法啦 我们把这装备 调度一下 跟金属其实换一下 好嘞 船上来了 这样子你球棒的攻击 得到更多的保障 也比较稳定啦 那这一场要把他收掉了 不给他机会了 再仔细看一次 阿修罗 你不一定要把他练很好 因为你注意到我只是上来给他弄一个 没有暈到 我只是给他弄一个暈穴 有没有 暈了就爆了 没有理他的 就是给他暈了就走了 我不理他 那本来就是要送给他 因为这怪物很强 因为你没有梅尔嘛 有没有 所以我们是利用这一点把球棒困起来 你看啦 我把他困起来 困了之后 这一下 121还好 中间三只倒了就好了 没有 还是有一滴血 还是没有解决掉 有没有看到了吗 哎球棒非常安全 这边接洛斯 再开一个技能 你这边球棒非常安全了 然后我们又改良了吗 装备变好了吗 等下看看有没有暴击 有暴击的话就安全多了 这球棒太强 比你的还强 战力又高那么多 这一次 球棒的血条 看有没有办法 收掉 收掉 收掉他 还有一口气 还没有倒 怎么这么烦啊 你怎么那么烦啊 你怎么那么烦啊 小杰倒了 这次球棒有了 有没有看到 改了装备 这次有了 还是有点危险了 龙选这一下 有没有暴击 有暴了 140 哇好强啊 没有最后一下 还好有打赢啊 还好啦 我们今天还是顺利的解决问题啦 好了 英雄之路的朋友 我是狂人 这里这狂人身体比较不舒服 多多包含 那个片头 没有那么多废话 有没有 平常有个出来 出来讲一堆废话的 今天没有讲了 好了 大家拜拜 我们下期见 你快点看 我们下期见 再见 我们下期见